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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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图160M2 原型机首飞了 这就是个误会 其实不是M2 是一个老的 在苏联时期的一个老的飞机壳子 原来的发动机还是老的 里头又重新装修了以后 给它废了 因为现在图160数量很少 它得要不断地维持它的作战能力 是个老飞机 在库房子放了28年了 现在就等于老房子重新装修 以后就弄出来了 升级改造吧 算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到了2月份 传出消息来说 俄罗斯确实订购了10架M2 就是图160下一个改进型号 一个原型机 这个原型机其实啊 今年才开始生产 估计年底之前 能够发布 看看能不能首飞 多少钱一架呢 多少钱一架呢 10架飞机还不到30亿美元 那就是相当于3亿美元一架 你知道美国的B2 占了混战机多少钱一架吗 第一架飞机28亿美元 批量生产24亿美元 24亿美元呀 买一架飞机呀 你说这多厉害 所以说呢 这个俄罗斯的东西啊 还算是便宜 当然了 它这个图160M2 即便是新的飞机 新的原型机 它也没有办法跟B2相比 那不如B2现金 B2是全隐身的嘛 啊 它这肯定不是全隐身的 图160 是个什么飞机 我们凡是见到图的 都叫图布列夫设计器 我们整天讲中国的轰6 那是原来是图16啊 图布列夫是专门生产这种战略轰炸机的 呃 这个飞机的话呢 是1987年开始装备 啊 呃 这个图系列的呢 俄罗斯现在还有另外两型飞机 大家经常看新闻 一个叫图22 图22 是一个中型的轰炸机 不能算战略轰炸机 还有一个图95 螺旋桨 对转螺旋桨 特漂亮啊 对转的螺旋桨 这个是 战略轰炸机 这个图160呢 呃 从性能上来说 它是世界上最重的战略轰炸机 275吨重 啊 呃 我们一般呢 看到的一般的战斗机 重型的战斗机 像苏27这种多少 才30吨重 一架苏2730吨 一架苏3030吨 一架这个歼2030多吨 你看这一架飞机275吨 那差哪去了 啊 速度 时速是2230公里 大约2马赫多一点 2.2马赫左右吧 载弹量45吨 它的载弹量都比一架速量器 要重啊 45吨 四个发动机 总推力100吨 就是它当时设计的时候 是跟美国的B1 啊 枪旗兵跟B1是对抗的 在各方面要碾压B1 美国的B1战略混战机 现在还在服役呢 现在服役的是B1的改进型B1B 它在速度上 比B1呢要快80% 体积上 比B1要大 35% 航程上 比B1要大出快一半 啊 45% 啊 呃 2015年的10月31号 当时呢 这个 俄罗斯有一架 啊 空客A321航班 在埃及的沙尔沙一赫起飞 起飞以后 飞了23分钟 到西奈半岛上空 蹦 这样爆炸 爆炸以后最后黑盒子 黑盒子去查 结果是恐怖袭击 飞机上 217个乘客 7个机组人员 一共是224个人全死亡 啊 他说普京当天就鼻子气白了 啊 说谁干的 ISIS 当时就下命令 当天就下命令 你看俄罗斯战斗没做 爆出血恨 起飞了25架 战略轰炸机 图幼论灵 图九 哇 起飞 起飞以后这个 直接就飞到 从本土起飞 直接就飞到叙利亚上空 去打ISIS 啊 把ISIS的指挥所呀 这个 这个这个营地呀 对不对 炸了140多个目标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俄罗斯的空天军 俄罗斯海军的航空母舰 啊 哈 包括陆军 第八集团军 喳 全都开到叙利亚去 一直打到现在 啊 直到实现全国解放 把ISIS赶进杀绝 嘿嘿嘿 都赶出叙利亚 啊 这都撤军了 撤军了 各网友大家好 小橘子们好 我们去做找中微信公众号军品会商城啊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东西 这是书 我写的书可以给大家精神十两 另外还有保暖的石墨烯的背心 呃 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准备了一些喜鹊红酒啊 这个酒我喝了五年了 所以说呢 推荐给大家 这个图160这么厉害 为什么就生产了这么几家呢 原来是准备要生产一百架 图160 全球作战的战略战略战略能生核武器的三维体战略和力量 哎 结果呢1991年的时候当时苏联解体了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了一个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解体为15个独立国家 到解体的这个时候呢总共才生产了25架 一夜之间大家分家了 苏联时期呢他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就是所有的航空母舰啊这个战略轰炸机啊一些重型装备的设计局全在俄罗斯 生产厂家大部分都在乌克兰 火箭啊 拜克努尔方式厂什么的 全在哈萨克斯坦 是这么分的工相互制约各个加盟工我相互制约 哎 结果分家之后呢俄罗斯就分了六架 图160 剩下的19架是在乌克兰 就一分家的时候突然就一夜之间昨天还是大家合伙过日子呢 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过了一晚上又突然大家弟兄们分家了 这个财产的瓜分就要吵架吵很很长时间 乌克兰留这也没用 因为乌克兰说我将来要销毁我境内的所有的核武器 以及投放核武器的平台啊 什么战略导弹核潜艇啊 瓦联格不就是从乌克兰弄回来的吗 不要 航空母舰这垃圾 占了核潜艇垃圾 占了轰炸机 你说占了轰炸机好白天鹅多漂亮 不要 不要 我就有手枪步枪就行了乌克兰 就这样 再加上呢美国使坏这个时候 美国就告他 啊 说你跟着美国走 我能让你加入北约 你看看东欧那些国家 波兰捷克 薛亚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全加入北约了 你将来加入北约 是不是啊 你跟俄罗斯闹掰了啊 然后加入北约多好就骗他搞颜色革命 这个乌克兰就开始做做那加入北约的梦想 1993年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就是援助乌克兰销毁战略核武器 乌克兰的这个19架图160在他境内 美国就说你这个图160得拆呀 乌克兰说我哪有钱呀 美国说你没钱没事我出钱 对不对 你拆你干活还不行吗 我我出钱干 乌克兰说可以咱们得签个协定 我能把飞机拆了大谢八块 但是钱你得付我你不要不付我 美国说没事啊拆吧 就根据合同1998到2001年 这两年之间要把19架全部拆毁 而且要公公公公开的媒体要公开 否则你没有拆呢 就公开的宰杀白白天鹅 拿电锯大谢八块 就这样啊 结果呢拆了一部分 1999年3月24号克索战争爆发 打了78天 这个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由于南联盟和俄罗斯是盟友 那么这个南联盟就请求俄罗斯干预出兵 叶利勤说没问题 我出兵第一天晚上在那个电视上是讲了讲话啊 说是俄罗斯准备出这个航空母舰 巡航舰 我说这是南联盟兄弟 当天晚上美国就威胁他 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要给你18亿美元的援助贷款 如果出兵的话这个钱就不给了 第二天早上叶利勤就说 我昨天说过出兵吗 可能喝 福德加喝多了 不出兵 怎么能出兵呢 对不对 就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就是俄罗斯就窝囊到那种程度 就看着自己的盟友在那挨打 无动于衷 就是出于这种情况 所有的这些事儿 让这个普京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但是他当时他没掌权呀 好 1999年6月10号 科索战争结束 两个月之后 普京担任总理 普京担任总理上来以后 第一件事就 就搞两个专家组 这两个专家组派到乌克兰去抢飞机去 说你们赶紧到那边看看 那图160现在什么状态了 要行的话咱们赶紧给弄回来 要钱给钱 对不对 要钱给钱 你看他8月份当了总理 两个专家组到了一考察以后 给普京回来报告 说是没有问题 还能用 还能用 虽然放了8年 他就在露天地放着太阳晒 风吹雨打 就在那里晒 但是发动机的寿命还剩于90% 整个的飞机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运回来 运回来修修补补补 还能用几十年 普京 亲自签署命令 买了8架图160 另外 买了2架图95 还外带575枚 K-155空射巡航导弹 啊 乌克兰是给钱呀 好不浪当这一大堆 啊 10架战略轰炸机 加575枚巡航导弹 给了3亿美元 啊 这算太小钱了 对不对 这太小钱了 所以说这等于普京上来之后 就抓这个 这个事 我再通过这个我就告诉大家 普京是多么重视战略轰炸机 2015年开始了 开始之后 8月6号那一天 普京到这个图160远上航空兵 部队去视察 当时这个 航空兵的司令 一个少将陪着他 他说这个飞机现在处于战斗值班吗 啊 对 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飞 美国这个领空了 他说 现在是92年 解体 92年俄罗斯空军组建 现在是2005年 十几年了 十几年一直都没飞美国 他还能飞吗 他这个少将说 这是值班的飞机 应该可以 走 咱们俩飞一圈 啊 咱们俩飞一圈 你说一少将 远上航空兵司令 就现场接了这么个任务 这说着就上飞机了 就把这个飞行服穿上干什么 后边那小护士 还能跑上 说总统你怎么说 就走啊 这凉血压啊 这个检查身体啊 这个东西啊 后边那国防部长就跑来 你那个密码 这个 核武器那个密码是多少 你别摔死了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了 这个怎么弄啊 所有人都惊讶在那里 走走走走 别理他们啊 我又不是去太空啊 这个又不是上月球的 等于那个少将 空间少将开着飞机 他们俩就飞上去了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绝不可能的 普京不管这个 走 这俩就走了 走到空中 他就老看着那个少将 先动哪儿 后动哪儿 先拉哪儿后拉哪儿 最后改平飞 哎呀 那个少将就说 总统说 你是不是想开一开 啊 我打的自动驾驶 你过来咱们换一换 你开一开 普京就过来了 啊 开了二十多分钟 从来没开过战略轰炸机 普京上来开了二十多分钟 开着开着呢 最后突然说 他说这个直搬飞机后边带导弹了吗 他说带了 带了这个这个好几枚巡航导弹 发射四枚巡航导弹 啊 你告诉下边 赶紧装定目标 发射 这巡航导弹不是简单的呀 不是眼睛能看到要打两三千公里呀 啊 X55发射了四枚巡航导弹 嘖嘖嘖嘖发射了 发射完了 完了之后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所有人一拥而上 哎呀吓死我们了 可回来了 哈哈 可回来了 这飞机多少元没挣了 发现他飞了啊 他就发表讲话 他说外交抗议一万次 也不如我这个战略轰炸机翅膀 煽动一次 你看 这就是俄罗斯的实力外交 啊 呃 现在呢俄罗斯在搞这个军民融合 前不久我这个军造造成微信公众号 发了一篇文章 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啊 和这个顺丰啊 京东啊啊 这些快递公司 一块搞了一次演习 就拿那个无人机送快递 呃 以后呢 那这些快递公司要和军队 进行结合 搞军民融合 俄罗斯就就发布一个消息 说中国也开始搞军民融合了 其实俄罗斯搞得非常好 这次普京给他们指示 说是这个 我们要买10架 先买10架 啊 这个M2 图160的改进行 这个技术要平移过来 我们要搞一个民用的 超音速的 全球巡航的 一个客机 民航客机 这超音速的民航客机 我们平常做的所有的客机 它的时速也都不超过900公里 啊 这个价格搞得2230公里 啊 2230公里 你算一下 啊 要飞美国的话 你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啊 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这个飞机要重新设计 重新制造 说俄罗斯行吗 当然行了 原来七十年代 当时 苏联就搞了一个图144嘛 啊 一个超音速的民航客机 但是这个 在巴黎航展上 第一次参加航展 就 就爆炸了 空中解体 啊 空中解体 所以以后就是 哎呀 燃油又又贵 维修起来又麻烦 而且出了好几次空难 最后这个苏联弄不下去了 这个项目就没了 没了以后 英法在那搞协和 也是超音速客机 最后也是因为事故 因为这个成本太高 也就作废了 但是现在普京说 这个事还得搞 啊 沙特阿拉伯那些富商啊 对不对啊 有钱人呢 啊 他这时间宝贵 所以这个事的话呢 还是要搞 那就是说用战略轰炸机 这一套技术 重新设计 设计一款 这个民用型的超音速的大型的客机 这个还是厉害 大约是 现在是180多吨四发 啊 这个照着这个方向去动 原来图144那个状态 啊 2.3马赫左右 能飞这个七八千公里 啊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等着吧 看俄罗斯这个 图160M2将来服役之后 能不能把战略轰炸机的这个技术 然后转为民用生产一款超音速的民航客机 啊 这个在军民如何方面看看他能不能创造一点奇迹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网友大家好 小橘子们好 我们去做找中微信公众号军品会商城 啊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东西 这是书 我写的书 可以给大家精神十两 另外还有保暖的石墨烯的背心 呃 同时呢 我们现在还准备了一些喜鹊红酒 啊 这个酒我喝了五年了 所以说呢 推荐给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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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